前几日写了一篇关于新疆美食的文章,之后,便有很多朋友加到君君微信。很多人一上来就问我,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下新疆吧。还有人问,新疆地南疆、北疆、东疆都有哪些景点,可以推荐些吗?那这次,针对这些问题,我认真总结了一下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 首先要说的是,新疆真的很大。它面积166万平方公里,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,如果计划去新疆,一周的时间肯定是免不了的。 说到这里,记得有人发信息问我,南北疆全部玩下来需要多久?这么给你形容吧,出了省会乌鲁木齐,假如前往喀纳斯,直线距离大概880多公里,行车约12个小时左右。 如果玩的话,建议南疆、北疆,或者东疆,选择一条线路游玩。 接下来介绍一下南疆、北疆和东疆。 天山横跟于新疆中部,把新疆分为南北两半,南部是塔里木盆地,北部是准嘎尔盆地。 习惯上称天山以南为南疆,天山以北为北疆,把哈密、吐鲁藩盆地称为东疆。 北疆包括乌鲁木齐、克拉玛伊、阿勒泰地区、塔城地区、昌吉、石河子、北屯、伊犁、博尔塔拉等地区,该地区为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,年平均气温负四至九,四季分明。 北疆风景多变,有湖泊、森林、草原、峡谷、戈壁等。 1、喀纳斯,国家5A及旅游景区,有美丽而神秘的喀纳斯湖,有沃隆湾、月亮湾、神仙湾等。 2、和睦,和睦村是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,总面积3040平方公里,这里的房子都是原木搭乘,充满了原始的味道,素有中国第一村的美称。 3、塞里墨湖,是新疆海拔最高、面积最大、风景秀丽的高山湖泊,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。 4、乌尔河魔鬼城,是风造就的另一个世界,该地貌被中国国家地理、全美中国活动评选为中国最美的三大亚丹第一名。 历经一万年的风霄与石形成,千座土堆墩千荣形态,有四人面,有象原力,转换视角则形象变化。 5、天山天池,古称瑶池,以天池为中心,荣森林、草原、雪山,人文景观为一体,雪风倒映,云山环庸,风光如画,是著名的避暑和旅游圣地。 南疆,人们常说北疆看风景,南疆看的是人文。这是因为,在南疆,生活着汉、维吾尔、蒙古、塔吉克、科尔克兹等多个少数民族,构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文景观。 它包括喀什、阿克苏、阿拉尔、河田、库尔勒等地区。 树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、浮云辽阔、干旱少雨、多沙漠、戈壁、雪山、高原湖泊等。 1、喀什,是南疆的政治文化中心,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部重镇。 有湘飞墓、爱提卡尔清真寺、三仙洞等景点。 2、巴音布鲁克草原,在南疆巴音锅棱蒙古自治州,是电影《飞驰人生》的取景地,这里有雪山环抱下的世外桃源,有九去十八湾的开都河,还有优雅迷人的天鹅湖。 3、塔克拉玛干沙漠,是中国最大的沙漠,分布在新疆四个地区界内,巴音锅棱、阿克苏、喀什、河田。 3、景区内可以骑骆驼,坐沙滩车,天气好还可以欣赏壮观的沙漠夕阳,千里汗海。 3、库车天山大峡谷,是南疆最神秘的地方之一,可以沿途浏览金字塔亚丹地貌,沿水沟布达拉宫,天山奇景,红山石林,参观电影《天地英雄》拍摄地等。 1、火焰山,位于吐鲁藩盆地的北原,火焰山寸草布生,飞鸟逆踪,夏季最高气温高达47.8,地表最高温度高达89,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极热。 1、小冰糖 consci align副墙转捅。 2、母湿厉布生,飞鸟。